站住 你怎麼來的 你別這樣可以嗎 你別這樣 別這麼激動行嗎 我打電話給你的對不起 你跟我這麼說的 我會給你解釋的好嗎 你別這麼激動好嗎 你理智一點行不行 好 王碩夠爺們 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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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別怕叔叔在這啊 來介紹一下 你好 大家好 我叫王碩 今天25歲來自廣州 我說一切就有可能吧 你的夢想超乎我想像 來來來來 我們了解一下王碩 你什麼時候對小丹有感覺 或者你對她有沒有感覺 喜不習慣 你說呀 不喜歡是吧 你不喜歡小丹是吧 你不喜歡小丹 你照顧她幹什麼 王碩 你不喜歡我 你為什麼對我那麼好 是我自己亂想 是我自己做多情嗎 你來到這裡 你告訴我 你不喜歡我 你能不能不要這麼叫我 我不叫 我就要這樣 你怎麼就一直這樣 你倆別吵了 你說呀王碩 王碩 不要吵了 我照顧她 我照顧她其實 剛開始是陳宇給我打電話的 說幫我照顧她 你這兄弟對她女朋友到底好不好 其實我剛開始感覺他們倆挺好的 在一起的時候 但包括這次回來 其實我來的主要目的 也是希望他們倆能夠和平分手 你也希望他們和平分手 我希望他們和平分手 因為我當初幫著陳宇來去追回小丹 但是我沒想到今天發生到這個地方 你怎麼說的 你現在要我們和平分手 你覺得小丹現在還喜歡你嗎 陳宇 啊 我當初以為你回來 你追回小丹 然後小丹還喜歡你 那現在呢 現在她一個人在鬧脾氣 我不希望你也跟著上來 你們兩個人在一起說 我去哪了 我們倆還有聯繫過嗎 陳宇 我只希望我們三個關係能好 就像原先一樣 我把你當兄弟才這麼做的 行嗎 王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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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當兄弟 我也真的把你當兄弟 我才打電話給你 告訴你不要來 這個事情很容易解決的 我們解決了 下期再說好不好 解決了嗎現在 王碩 你來了 問題就出現了 你能不能不要說了 王碩 我就想問問你 你到底喜不喜歡我 我現在不想問別的 我不想說別的 我就問你幾個問題 知道今天來幹什麼嗎 其實我今天 是不打算來 但是 小丹也給我發信息 他告訴我 我不來我會後悔 所以 有一個秘密他要告訴我 我 不知道 他沒跟我說什麼 我就想聽聽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秘密 能讓我兄弟 拋棄這麼多年的感情 跟你跟你半年的感情相換 王碩 你到底喜不喜歡我 你到底喜不喜歡我 王碩 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們去年一起做的那個項目 你得到消息是虧了錢是嗎 不是 你自己問他 這個問題跟這有關係嗎 到底虧沒虧 你心裡清楚 他明顯在挑撥我嗎 我沒有 你不要 我只想讓王碩他明白 他怎樣的一個兄弟 你別說話 聽我解釋 你今天告訴我 小燈說的是什麼事 這個錢項目的是什麼 我自己都不知道虧了賺了 他剛才說的是什麼 他怎麼會知道賺了虧呢 我現在你是不是又回來想啊 沒回來錢就回來一次 回來多少第一次啊 再算了 那一點 我一人就知道 你找到他 他的某人 我和他人家 他人家 我希望你 你身邊 我找到他 他刺激 我讓他 我找到他 他人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我不是 我并不是真的想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 你才不是挑拨吗 我只是不想我们三个这个关系变成这样 变成怎么样 就想把这一切解释清楚 别吵了行吗 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够混乱 现在又扯上了经济 你是来告白 是说情感的问题 你跟我扯上经济的事干啥 吴老师 我真的很气王叔 现在我不管你气不气 你现在就说情感的事 钱的事台下算 这是完美告白的舞台 不是经济论台 好不好 跟他的话 跟他的话 只限于情感之内 不说情感的事 听见了没有 接下来是小丹 对陈宇和王硕的告白时间 王硕 但是你要相信我 真的是一丝糊涂 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要相信我 我们这么多年兄弟 我真的不会去看你的钱 不要说了 王硕 王硕 我真的把你拿到兄弟 你这么对我 这么 错了 真的错了 要再说了 孙老师前的事 稍后私下说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了 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什么时候发展到现在 会争东西的时候 我想都想不到 我做梦都想不到 我想到了吗 为什么我会把钱给你 让你投资啊 别说了 我不就当时 你又说我要去创业吗 别说了 那个时候我家里没给我钱 咱俩想创业对吧 咱们两个一能提一个工具箱 跑天桥那去贴膜 结果人家到了网上 我们收摊的时候 跟我们说 土地费一百块钱 要不因为这次 你受伤了 住进院了 我还能 能发个信贷吗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认为你是很好的人 是我兄弟 但是你今天做事 你要我怎么去弄 你知道我成于好面子 你也知道我成于爱吹牛 我成于这辈子 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好朋友 但我是真把你当朋友 当兄弟 别说了别说别说了 以后就再说了 我真的不想说 别说了 黄叔 钱的事情 我下了台 马上把你 把你剩下的期望 全部打过去 我给你这些钱的事 我就说过 有钱一块转 有事一块考 现在我先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再提了 好吗 你明白 我不会跟你商量 这些事情 是我对不起 我成于 在这里 给你道歉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 但是小丹 如果说 他真的喜欢你 我可以吗 我可以说 给你带我 恭喜你 我可以带我 然后你 就能不能再说 我可以带我 我给你带我 我可以带我 我可以带我 我可以带你 我可以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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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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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